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到来联合赞助播出 朱立伦抵达华府将会美方专家 台湾公园院九项科技 入围全球科研大奖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11月11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朱立伦 11号是抵达华盛顿 并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就经贸和两岸关系等议题 与美方人员和智库专家毁灭 数十位侨胞在机场高举旗帜热烈欢迎 朱立伦11日从洛杉矶飞抵华盛顿 展开华盛顿的三天之行 12日与白宫和国务院官员会面 将是他此行的重头戏 朱立伦表示台美安全 经贸和两岸关系将是他与美方交流的重点 明天我们都尊重美方的安排 那我们最重要是传达台美关系 对于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台美双方的包括我们的安全关系 包括我们的经贸关系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洗把会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欢迎 并鼓励双方朝促进稳定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朱立伦表示他也会就此与美方交换一件 对于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这个是美方也非常关系的 尤其是马协会之后 那我也会把一些马协会的一些真实的状况 跟美方的朋友共同分享 对于此行将会面的美方官员层级 朱立伦低调重申 尊重美方安排 当天国务院也仍不愿透露相关细节 分析认为为了展现对台湾大选参选人一视同仁的态度 美方接待朱立伦的规格 至少会与日前访美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相同 防卫市李卓军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全球百大科研奖的2015年度颁奖典礼 本周四将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今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共有九项创新科技入围 洪基斌博士共有两项技术入围 其中一项是3D打印材料金控光引擎 改变了传统3D打印技术中 材料任何部分的机械性强度韧性都一样的缺点 我可以在控制每个地方 比如左心的部分 我用雷射力控制它 让它的强度可以很硬度可以很硬 那叶片的周围 比较靠外眼的叶片的部分 我们可以让它的韧性很强 那转起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该强的地方强 该韧性的过的地方韧 所以它用久就不会坏掉 那这种东西就是 现在在做汽车的Turbo Turbo引擎 还有像飞机的引擎 这都可以用 周敏杰博士带来的 雷射诱发基层式3D线路技术 突破了普通电路板直线于平面技术的模式 可以减少目前手机天线 占据空间过大的问题 那利用这种 就是LIM3D的这个技术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天线的面积缩小 它可以利用多层的方式 把天线的 所占的面积缩小 那又可以提高它的这个通讯的品质 工研院副院长刘均廷指出 硅谷引领的跨不同市场区块 系统整合观念 也带动了工研院的大转型 我们不只是九项技术得到了提名 我们更看到的是一个 整个台湾的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的 一个大转型 由科技杂志R&D主办的 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如今已经迈入第53届 每年由国际专家 从全球上千件创新技术中 挑选出100项 具有年度重大创新意义 以及对人类生活影响深远的 商品化技术 方航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来看在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一架小型私人喷射机 10号下午在俄亥俄州阿克隆富尔顿 国际机场附近的住宅区坠毁 撞上一栋公寓楼并引发大火 当局于11日确认飞机上 包括两名驾驶在内的9人全部丧身 飞机是从俄亥俄州德顿起飞 目的地是阿克隆富尔顿国际机场 飞机先撞断了电线 然后再撞上了一栋四户家庭的公寓楼 飞机坠落后 残骸全被大火吞噬 俄州州警表示 坠机没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因为当时公寓楼的住户无人在家 不过由于电线被扯断 当地至少1500个用户断电 美国各地许多餐厅和商店星期三向美国退伍军人提供免费服务或优惠 以纪念一年一度的退伍军人节 除此之外 美国各地将举行更为传统的庄重纪念活动 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合之隔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向无名战事墓敬献划圈 11月11日的老兵节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后期交战双方商定 从1918年11月11日11点开始休战 这一天被视为世界大战实际结束的一天 1919年 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11月11日为休战日 后来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韩战 在老兵组织的推动下 1954年正式改名为老兵节 近日 华盛顿一家列车制造商 希望采用日本磁悬浮列车技术 从而将从纽约到华盛顿之间的旅行时间 缩短到一个小时 给美国东岸带来便利的交通工具 报道称 联邦政府上周再次投入2780万美元研究铁路运输技术 以便改善全美的铁路系统 该笔资金已经在当地时间6日拨给马里兰 用于连接巴尔迪摩到华盛顿的磁悬浮列车项目的筹备和计划开支 报道指出 美国东北磁悬浮公司希望最终能够延伸那条建议中的铁路 连接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 中间在威明顿 费城和纽瓦克停靠 波士顿 纽约 底特律 费城 等美国270多个城市的快餐订工人 10号再次走上街头 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 纽约市长白思豪参加了罢工工人当日在布鲁克林的示威游行 民主党领跑候选人希拉里11日表示 支持快餐业职工的罢工活动 纽约州政府官员表示 该州所有的雇员将于2018年底前获得15美元每小时的最低工资 匹斯堡市市长派迪优图宣布 该城市的雇员和合同工将于2021年获得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内地各大电商酝酿已久的双十一购物节 迎来无数剁手党的光临 天猫 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的网络数据 当日屡次刷新历史记录 以天猫为例 12分28秒 天猫成交额超过100亿 34分钟超过200亿 到了午夜11点49分 成交额就超越了去年双十一的571亿 全天成交额有望冲破1000亿元 从天猫发布的数据看 消费最为靠前的五个省市 分别是广州 浙江 江苏 上海和北京 另外从消费人群看 女性消费者占到61% 80后人是消费主力军 以学生 工资职员为最多 香港多个公屋自7月以来陆续爆出迁水风波 财政司司长林郑月娥11号表示 旧公屋自来水寒迁事件 四个设施陈建商愿意赤资2000万港元 向11个受影响的公屋 约29000个住户及非住宅用户 资助部分水费 平均每个单位资助660港元 调查实水寒迁量超标专责小组的报告指出 水管焊接位置使用了寒迁的物质 矛头指向了陈建商 对于受迁水事件影响的居民希望 政府可以免水费或者进行租金减免 而林郑月娥则表示 明白自来水寒迁事件为居民带来的不便 但免水费或免租金不是合适的做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国家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新阵走势早时开盘 就呈现一个小幅的反复涨跌互电局面 全天也都是变动不大 收盘是三大支柱还是有下跌的压力 那么主要是市场在星期三 关注的一方面是美国的经济状况 和全世界的经济状况 当然美国方面是从油价出现下降 零售类股和大型的一些零售商股价 受到投资人的抛压跟盈利不如前景 预期都是保守负面的这个消息息相关 中国阿里巴巴的双十一销售这个状况 在全天都受到美国的投资人的高度关注 但是对阿里巴巴股票 投资人还是不敢问清 当天下降接近百分之二 在当天其他的教育量也是相当的淡净 主要是美国的退伍精神节 所以债券市场不开盘 还有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也都纷纷的休息 所以当天进场意愿不强 而且是石油价格出现下降 黄金大宗商品也是出现走跌 跟中国最新公共的经济数据 偏移弱势实际相关 观望气氛是相当浓厚交易 格外清淡 以上是新三情况 凤红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一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乐视影业日前在美国召开乐视之夜发布会 众多好莱坞电影产业重磅级人物到场 此次乐视之夜在洛杉矶比弗丽山的索菲特酒店举办 整场活动大咖云集 出席嘉宾包括前任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 韦拉·莱格萨 著名导演 乐视影业艺术总监张艺谋等 张艺谋向现场产业人士 介绍了乐视影业中美合作的重要电影《长城》 这部投资达1.5亿美元的电影将采用中国的故事元素 加上全球化的叙述语言 最终面向全球市场 这部电影将成为目前投资最大的中美合拍电影 也将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美合拍片 发布会上 乐视影业同时宣布将与好莱坞著名导演 罗伯·敏可夫及其旗下的 Flying Tigers Entertainment制作公司合作 研发制作重量级狼图腾的动画片 同时还将共同研发制作喜剧动画《卧蚕》 罗伯·敏可夫曾指导动画片《狮子王》和《天才眼镜狗》 是好莱坞顶级动画片导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场即歌舞变脸表演 以及风光民俗图变展为一体的 文化艺术活动在多伦多上演 来自四川甘孜的艺术家们 用精湛的表演征服了加拿大观众 由四川省政府主办 四川外事乔务办公室和加拿大四川同乡会 承办的藏主歌舞表演 日前亮相多伦多 甘孜歌舞团的演员们给大家带来了 极具康巴高原特色的藏主舞蹈和歌曲节目 他们精彩的演出迎得了多伦多观众的热烈掌声 是这个文化中国锦绣四川品牌活动第一次走进多伦多 面向我们侨胞进行文化交流 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互动的活动当中 我们相互之间更多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那么这样的话希望就是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就是把我们更多的就是民族民间好的东西带到这个地方 两位资深的艺术家更是以表演川剧艺术变脸的绝活 让在场的观众领略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与此同时在华人聚集的锦绣中华购物中心 主办单位还举办了一个名为美丽四川的图片展 展示了四川独特的风光和民俗 让大家通过摄影作品进一步了解今日四川的风貌 这应该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四川 因为我本人四川来的 所以我对四川的深厚的感情 四川的文化 四川的风景 四川特别四川的美食 这的话都是很多 包括其他什么的成分的人 包括外国人很多都很喜欢的 凤凰艺术记者滕农琴 陈青 多伦多报道 在北京省科农产品等多个领域 陆续进军中国市场的影响下 加拿大凯克集团与家国最大健康食品制造商 在温哥华宣布战略合作 将独家代理旗下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权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众多中国消费者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 并开始加入食用保健品行列中来 据数据显示 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 于2013年达到5000亿人民币 预计在2023年将突破2万亿人民币规模 很多政策大力鼓励这种跨境电商 所以使得这个量码可以能够实现 Factors集团负责人表示 中国具有庞大的保健品市场发展空间 此时是将韦伯产品推向中国市场的最佳时机 Nutraceuticals is a vertical that's growing rapidly around the world 而且中国是一位最大的市场 这就是一个机会 加拿大凯克天然食品公司 隶属于加拿大凯克集团 韦伯是世界著名保健品 产品销量遍及全球多个国家 冯航卫视 李源泊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2016年日产新款 奥提马日前强劲上市 在昨天日产尼桑2016奥提马 新款上市的新闻发布会上 主办方向余会者详尽地介绍到 新款尼桑2016奥提马的外形设计 更加流线型 富有现代感 安全性能方面增加了 车身周边的探测系统 及时预报 让驾驶者能胸有成竹的避壤 减少车祸的发生 尼桑2016奥提马车款 全面性能的提升 做到了淋漓尽致 第一是驾驶的动力 新的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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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外 而此外 我们也有很多时间 探测 和测试 客人的利益 在声音 承转 我们也有 在这方面的承转 最深经理 Tiago Castro 还指出 尼桑2016 奥提马 全新设计的动力 和避震系统 经过不断改进 和完善 犹如一匹 良居骏马 用户可以操控 自如得到 全新的驾驶体验 凤航卫视 王福明 洛杉矶报导 来看明年 全球各大城市的 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详细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